在潮湿阴冷的森林里 三明奶蒙的小正太 正在研究不远处 一条黑区区的小蛇 就在这时 大黑拿来一把柴刀 直接把小蛇劈成了两半 小正太里的小兰 是个善良的娃 她质问大黑 为什么杀了小黑蛇 还好心地走过去 用一捧泥土 把小蛇给埋了 然而好心没有好报 一条红黑相间的小花蛇 从草丛里钻了出来 吐着杏子 朝小短腿还来不及奔跑 就被小花蛇狠狠地咬了一大口 其他小伙伴赶忙跑了过来 但小花蛇早就没了踪影 为了尽快知道 小花蛇有没有毒 小正太里的小黄 赶紧翻起了教科书 根据书本里的知识 如果这条小花蛇尾巴是红色的 那么就是有毒的 被咬的小兰七分钟内 就会隐分西北 如果蛇的尾巴是黑色的 那就证明蛇是无毒的 不出意外的话 小兰可以活到长命百岁 但人群里的大红 和被蛇咬的小兰 都一致认为 那条小花蛇尾巴是红色的 听到这个答案 之前劈了小黑蛇 不够善良的大黑 扛着小兰坐了下来 然后用大红的裤腰带 以减少毒液在全身的流动 但最后却叫大红用嘴巴 给小兰吸毒血 缺点智商的大红 果然很听话 立马俯下来 给小兰吸毒 但使出了喝奶的力气 血都吸不出来 为了解救兵临隐恨西北的小兰 大黑叫上大红和小黄 跑到一边去商量对策 但奈何三个小臭皮匠 赛不过一个诸葛亮 一个对策也没想出来 这时候大黑看到了 他之前扔在地上的大柴刀 于是跑过去捡了起来 并朝大红和小黄招了招手 原本智商不在线的大红 瞄懂了大黑的意思 但他立马提出了抗议 还和大黑吵了起来 解救小兰的最好选择 而不远处的小兰 听到他们的对话 也激动了起来 他不希望大黑砍掉自己的腿 但大黑执意认为 这是阻止毒液蔓延的最好方法 人群里年龄最小的小黄 是个科普老 他觉得如果单凭颜色判断 蛇的毒性不太可取 还是先回去找大人商量 把小兰送医院比较靠谱 但大黑以他年纪最小一跳 否决了疑再险 他转过身 让小兰自己做决定 一番痛苦的挣扎以后 小兰最终决定 要舍弃自己的那把大柴刀 大红抱紧了小黄 按住了小兰的脚脖子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大黑大刀一挥 但科普老的小黄发话 他觉得大黑下刀的时候 不该闭眼睛 那样子会砍得不标准 原本悲伤的剧情 此时朝着喜剧的方向发展 大黑听后 一阵无语 并表示 要砍掉兄弟的腿 自己办不到 这种临阵脱逃的行为 让大红很不齿 他立马嘲笑大黑是个懦夫 不懂得为兄弟分忧 大黑一听立马炸了 他指责大红 如果你行那你爱 这下子 大红被搞无语了 于是这回大黑抱住小蓝的身体 小黄依然按住了小蓝的脚脖子 为了减少痛苦 大黑细心地找到一段木棒 让小蓝咬在嘴里 于是万事再次具备 只等大红一挥柴刀 但就在此时 小蓝用余光瞄到了那条咬他的小花蛇 还看到那条蛇的尾巴 是无毒的黑色 于是他激动地叫了起来 奈何嘴里含着木棒 又被大黑卡得死死 其他小伙伴 只当他临时害怕 才大声尖叫 所以大红的柴刀 如期地劈了下 一声声刀响 混合着小蓝的大声尖叫 在幽黑的森林里 回荡不绝 你们觉得这里最笨的是 哪个小正太